何之男和高鹏分手最大的原因 是因为高鹏不能经常地陪伴他 而何之男是个极度缺爱的女孩 所以翟一范出现 填补了何之男心中对爱情的空虚感 何之男觉得翟一范对比周鹏好的太多 那就和你结婚四个字重重地落在何之男的心中 彻底让他沦陷在翟一范的温柔向 殊不知翟一范接近何之男是有目的性的 他在同时口中得知何之男经常坐好车 是北京户口的富二代 翟一范心心念念希望有朝一日飞上之头变凤凰 为此他放弃了四年的女友 去攀附何之男 不得不承认 翟一范在追求何之男是有手段的 最关键的是何之男很受用 首先 翟一范让何之男产生好感和兴趣 翟一范最大的优势 是拥有了一副很好看的皮囊 而且说话很温柔 这让任何女生见了都很心动 翟一范在某活动当天 故意去得很早 目的是为了和何之男搭讪 所以 他趁着何之男在无聊地捣固糖果 他故意过去牵倒 吓了何之男一跳 当看见何之男 看见他一脸花痴的表情 给予了他可以有机会靠近何之男的线号 然后 翟一范对何之男说 在这些糖果里来美味更好吃的时候 加深了何之男对他的第一印象 其实 翟一范在私下已经了解到何之男 平时喜欢去哪里吃饭 然后制造了一次次的偶遇 直到再吃米粉那一次 翟一范接着琴客的幌子 加了何之男的联系方式 翟一范算是有了正式接近何之男的方式通道 其次 翟一范的小细节让何之男的心动 翟一范本身就是一个很细节和很会照顾人的男生 和韩素恋爱多年 一直都是翟一范在家洗衣做饭 韩素最喜欢吃翟一范做的糖醋小排 两人分手的最后一顿饭 也是这道菜 在对待何之男 翟一范会更加的细心 何之男喜欢做什么 吃什么或者去什么地方 他都一清二楚 所以 何之男经常会说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在他们的聊天中 为此对翟一范的好感再次加深 这些关心和照顾恰巧就是何之男想要的 翟一范特意制造了属于他们两人的提拉米苏之约 并且还故意弄成纪念日 为了日后说出来这些小节日 可以让何之男感动一番 何之男本身就很喜欢这种小惊喜和小浪漫 当得知翟一范把吃提拉米苏的事情弄得这么正实 心里是无限的感动和心动 然后 翟一范用前女友的事情感动何之男 何之男在得知翟一范有女朋友这件事后 立即拉黑了翟一范 但是翟一范并不立马做解释 这样可以变相地看看何之男对自己的在乎程度 然后再顺势而上 翟一范在得知女友韩苏去香港工作后 理解这事在说明两人已经可以算是分手了 所以 在松走了韩苏后 翟一范终于可以对何之男大显身手 这才立即跑到何之男面前解释 因为翟一范也需要一个契机 翟一范告诉何之男 是因为想和他在一起才对前女友提出了分手 此话一出 本身以爱情之上的何之男听到后 觉得自己被捧得很高 竟然有人愿意为了自己去分手 所以何之男立马心软原谅了翟一范 翟一范心里很清楚 难念何之男用什么方式 此时的何之男已经喜欢上了他 所以前女友的事情只要解释得合理充分 何之男不可能不感动 最后翟一范用身体满足了何之男的欲望 何之男除了心理上需要满足 生理上也是高需求 翟一范故意挑逗何之男 两人顾情顾纵了多天 何之男终于主动提出让翟一范上劳作一座 为此两人发生了关系 这对于翟一范心中 是他俩关系确定的一步 而此时的何之男只能和高鹏分手和他在一起 毕竟何之男已经身体出轨 这是情侣中任何一方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另外 翟一范在后期 害怕何之男分手分得不彻底 特意在微博上注册了账号 在网上中分享两人的日常爱情故事 还故意爱特高鹏去看 翟一范的小心思在何之男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可是观察了何之男很久才敢下手 不过翟一范在后期还是失算了 他旁敲测机地打听何之男家住在什么地方 父母做什么 综合来看 翟一范了解到何之男根本不是有钱人家 那位所谓的富二代其实是何之男的同事 到头来他的心思竟然用错了地方 要说翟一范当疯狂男的目的 一是为了让自己少奋斗几年 二是家中兄弟姐妹太多 他感到压力很大 希望找个有钱的另一半来改变他家中的现状 三是找个有钱的女友 他也可以顺利地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翟一范这样的人不愿意自己努力 一心只想吃软饭靠另一半上胃 所以他注定结局注定不会太好 因为他活得太肤浅 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愿意要这样的男生来和自己共度余生 而这种女生愿意要这样的女生愿意要这样的不一定 你会有点你购乱的男生吗 我们再多久 我ẽ有更多端子 那边个女生愿意安不张 但是他们的女生愿意安不张 我现在를做的女生愿意安不张 所以大家能吃这种女生愿意安不张